46年前,17岁的妙龄女子黄妙英 因为与父亲的一场误会 被父亲甩了一戒耳光后 从此离家出走 一走就是46年 父亲临终前寡寡欲欢 对当初的一戒耳光悔恨不已 临终前把自己的遗愿告诉黄妙英的姐姐 嘱咐这名姐姐一定要把妹妹给找回来 一家团聚 我是三姐,我找你回来 现在几十年了,我没见你 我希望你呢 我见到我在这里访问你 你快点找到我 妈走了,你又不在了 我希望阿英你回来找三姐 快点这么多 三姐找你很久了,几十年了 我现在都七十几岁了 黄女士多年来寻找妹妹布果 只好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拿督斯里张天赐求助 黄女士透露 担任敌氏司机的弟弟 好几年前曾经一次 在森美兰芙荣遇见黄妙英 不过当时的黄妙英 断然拒绝与家人相见 见到她 就讲几句话 她说她在芙荣 说到Braset有come back 她说不要 黄女士表示 那次是唯一一次家人见到黄妙英 在那之后 黄妙英再次音讯全无 让家人担忧不已 亲自恳求公众 如果见到如今已是63岁的黄妙英 不必联系黄女士 好让他们一家可以破镜重圆 是